劳动力发展局确定同跨国人力资源公司Ingres合作 为本地失业超过三个月 正在积极求职的专业人士、经理、执行人员和技师配对工作 公司已经在星期一开始运作 另外一家外国中介公司预计将在第二季委投入服务 来看记者薛书惠的报答 办公室设在终身学习学院的Ingres 是家以英国为总部的跨国公司 创办超过27年 他将在为期两年的实验计划中 同劳发局的职业中心和职总的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相辅相成 加强协助本地求职者配对工作 劳发局答复本台询问时表示 当局在考察中发现 外国职业配对公司以求职者为中心 为他们提供培训、咨询、工作配对服务 再根据服务后的结果收费 但当局过去同本地公司合作时发现 他们以雇主为中心 每填满一个职位空缺 就可向雇主抽拥 根据雇主需求进行配对 导致求职者成功率低于一半 达不到当局职业中心和 意图爱60%成功率的水平 买单的、付钱的是雇主 自然就会以雇主的需求 作为最终的考量 如果是要以雇员的需求 他们的事业前途做考量的话 求职者可能没有办法付那么多 当然有政府的资助那最好 劳法局表示 在计划下 求职者寻求援助的方式维持不变 他们还是得向劳法局或职总的 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 E2I报名 在由系统随机安排 是由劳法局旗下的职业中心 E2I或者是外国中介 来处理他的个案 费用一律由政府承担 新传媒新闻记者薛书慧报道